一代又一代的白米蝶成山 准备发放给中和区的弱势家庭 中和区长赖俊达指出 每逢三节公所都会向农粮署申请白米 发放给生活需要帮助的民众 这项传统延续至今已经第14年了 而负责协助发放白米的最大胜利军 就属中和区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中心主任陈山春表示 发挥人腻己腻的精神 就是他们作为军人的核心价值 中心为了拥护政府的政策 并辅导伙伴能持续发挥人力己力 还有关怀弱势的爱心 经常关怀在地的弱势族群 协助公所发放白米等公益活动 完成捍卫家园 造福相心的最终目标 14年来很多的志工 然后包括我们后辈 还有我们几西 秀峰 很多的志工 里长 大家愿意来帮忙 那希望所有的我们这些8000多户的 我们这些比较弱势的 低收入 中低收入户都能够 这个获得我们综合社会的一个关怀 区长赖俊达提醒民众 这些白米将于1月17 18 两天在公所一楼大厅 前国管院中政堂与秀峰市民活动中心 三个地点发放 若这两天没空的民众也不必担心 可于1月20到1月22 期待通知单及身份证来公所领取 政府的用心民众都相当有感 纷纷表达谢意 区长 侯友宇市长很好 都会照顾这边落势的 我很感恩 那当然谢谢政府 就提供我们这样的各方面资源 我们在今天17号还有明天18号 上午跟下午 那在三个地方包括我们公所的一楼 还有秀峰活动中心 还有国管院的中政堂 那如果说这两天没办法领的 我们都可以凭着身份证 然后来领取 来公所领取 现场除了发放白米之外 也有就业服务站摆设摊位 提供就业咨询 有的家长领取白米后 顺道来到摊位 替刚毕业的孩子 征询就业资讯 妥善的活动安排 让弱势家庭能从根本上获得协助 记者张云科新北报导